各位,大家好,我是吴嘉全 今天要為大家介紹的就是耐磨修補的產品 主要是一般我們在工廠、設備和零組件運轉的時候 可能會因為輸送物的衝擊 或者是說因為鏽石的部分 而炒成我們設備還有零組件的磨損 那這個時候如果我們不去處理它的話 最後的動作可能就必須換新了 那這個可能造成要停機等等非常龐大的增盟支出 那今天我們Loktite有個產品就是來做這個部分的修補 在它還是看用品的時候我就來做這個的修補 那產品的部分有兩大樣 一個是蘇格力的這個桶子 然後還有就是光滑面刷圖陶瓷的部分 這兩個產品可以應用在比方說像顆粒的不同 或者是流體氣體的這個部分 那今天我介紹的部分呢 你在流體的部分的話就像這種光滑面 所以它做出來以後呢可以適合流體氣體快速的通過 然後可以達到包括是節能 還有在成本的 節能還有成本的大量的節省支出 好 那在做這個修補之前呢 在磨損的部分我們必須先重建 那我介紹的是這個 鋼修補劑 再來是鋼修補劑 它可以把磨損的部分重建到原來的這個厚度 以後我們再來使用粗顆粒和細顆粒的部分 來做第二層的保護 這樣子就可以達成包括節能 以及大量人力以及物力的投入 就這樣謝謝各位